尹之乐 使者行传 尹之乐 使者行传一 提亚非罗先生 我已经写了前书 叙述尔萨从开始所做所教导的一切 一直到他通过圣灵主妇所挑选的使者之后 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他受难以后 用许多证据向使者显明自己是活着的 有四十天之久 他向使者显现并且谈论真主国度的事 尔萨和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嘱咐他们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而要等候父的应许 就是你们听我讲过的 耶哈亚是用水施行洗礼 但再过几天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礼 他们相聚的时候 问阿尔萨说 主啊 您要在这时候重建以色列国吗 阿尔萨说 父 凭着自己的权力所定的时间或日期 不是你们能知道的 但 圣灵下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要领受能力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 耶乎得全地 萨玛利亚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人 说完了这些话 他们还在看的时候 他被接上升 有一朵云 把他接去 就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升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 身穿白衣 站在他们旁边 说 加里利人哪 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位被接升天 离开你们的尔萨 你们看见他 怎样望天上去 他也要怎样回来 后来 他们从橄榄山 回到耶路撒冷 那山靠近耶路撒冷 有一个安心日 可走的路程 他们进了城 上了楼上的一个房间 就是布特鲁斯 叶哈亚 叶尔姑白 安德烈 肥利 多玛 巴多罗迈 马泰 亚勒菲的儿子 叶尔姑白 激进派的西门 叶尔姑白的儿子 尤达斯等人 所住的 这些人和几个妇女 尔萨的母亲 曼尔言 还有尔萨的兄弟们 都在一起同心 认真地祈求 那时 约有120人聚会 布特鲁斯在众弟兄中间 站起来说 弟兄们 经上的话 就是圣灵 借达伍德的口 预言 那领人捉拿 尔萨的尤达斯的事 是一定会应验的 他本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一起领受了这职份 他用不义的酬劳 买了一块地 结果 岛头栽了下去 覆破长流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全都知道这事 所以 按本地语言 那块地被称为雅各大马 意思就是 血甜 因为诗篇上写着 愿他的住处 变为荒场 无人居在其中 又说 愿别人取代他的职份 所以 从伊哈雅 施行洗礼起 直到主 离开我们 被接上生的那天为止 当他在我们中间 来往的时候 那些跟我们 常在一起的人中 应该有一个 出来与我们一起 做尔撒复活的见证人 于是他们提出两个人选 优素福 号称巴萨巴 又名 尤士都和马提亚 就祈求说 主啊 您知道万人的心 求您从这两个人中 指明您要挑选谁 来承担这使者的职位和工作 这职位尤达斯已经放弃 去了他自己的地方 大家就为他们抽签 结果抽中了马提亚 他就与十一个使者同列 五旬节到了 他们都相聚在一起 忽然有一阵 好像强风吹过的声音 从天而来 充满了他们所作的整间屋子 又有像火焰一样的舌头 显现出来 分别落在他们个人身上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 用别的语言说出话来 那时住在耶路撒冷的 有从天下各国来的 虔诚的耶乎德人 这声音一响 许多人都聚集而来 人人都听见门徒讲出 听众个人本乡的语言 就莫名其妙 他们又惊讶 又惊奇 说 你看 这些说话的 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讲 我们从小所用的本乡话呢 我们帕提亚人 马代人 以来人 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 耶乎德 卡帕多西亚 本都 亚西亚 费里吉亚 庞菲利亚 埃及 并靠近古利奈的 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 客居罗马的耶乎德人 和归信犹太教的人 克里特人 克里特人 以及阿拉伯人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 讲出真主的伟大作为 众人还在惊讶迷惘的时候 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 另有些人 讥笑说 他们 是被新酒灌醉了 布特鲁斯 和十一个使者 站起来 他高声 对众人说 耶乎德人 和所有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你们应当明白这件事 也应该 留心听我的话 这些人并不是 像你们所想的喝醉了 现在不过是 上午九点钟罢了 这正是先知 约尔所说的 真主说 在 末后的日子 我要把我的灵 浇灌所有的人 你们的儿女 要说语言 你们的青年人 要见真梦 你们的老年人 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也要把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 和使女 他们 就要说语言 我要在天上 显出奇事 在地上 显出险迹 有雪 有火 有烟雾 太阳将变为黑暗 月亮 将变为絮红 在主 伟大 贤和的日子 临到以前 这一切 都要发生 那时 凡求告 主明的 都要得搭救 以色列人 那 请听听 这几句话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 真主 已经通过 纳萨勒人 尔撒 在你们当中 施行了大能 奇事 险计 向你们证明 他是真主 所立的 他 按照真主的定制 和预知 被交了出去 你们 就借 不法之徒的手 把他定死了 真主 却把死的痛苦解除 使他复活了 因为 他不能被死亡拒禁 达伍德 指着他说 我时常看见 主在我面前 因 他在我右边 我就 不会动摇 为此 我的心快乐 我的口舌 昏乎 我的肉身 也要安居在盼望中 因为 您不会把我的灵魂 丢在坟坑 也不容 您的圣者 经历腐朽 您已经把生命之路 指示了我 要使我在您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弟兄们 关于祖先 达伍德的事 我不妨 坦白告诉你们 他归真了 埋葬了 直到今天 他的坟 还在我们这里 他是先知 既然知道 真主向他起过事 要从他的后代中 选立一位 坐在他的宝座上 又欲先看见了此事 就讲论 麦西哈的复活说 他不会被丢在坟坑 他的肉身 也不经历腐朽 这位尔撒 真主已经使他复活了 我们都是此事的见证人 他既然被高举到真主的右边 重复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他浇灵下来 这就是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达伍德并没有升到天上 他却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 使你的仇敌 坐你的脚凳 因此 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道 你们定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尔撒 真主已经立他为主 为麦西哈了 他们听了以后 觉得扎心 就对布特鲁斯和其余的使者说 弟兄们 我们应当做什么呢 布特鲁斯说 你们应当悔改 并且每一个人 都要奉尔撒麦西哈的名 受洗礼 使你们的罪得赦 就会领受圣灵 那白白的恩典 这应许 原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以及所有在远方的人 就是给凡事 我们主安拉招来归于他的人 布特鲁斯 还用许多别的话 郑重作证 并且劝勉他们 说 你们应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于是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礼 那一天门徒增加了约三千人 他们横心遵守使者的教导 彼此相通 掰饼和祈祷 使者行了许多歧视险计 众人就都惧怕 所有性的人都在一起 繁物公用 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 按照个人的需要 分给他们 他们天天在店里相聚 一家一家的掰饼 以欢乐和诚恳的新用餐 又赞美真主 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 主将得搭救的人 天天加给折马蹄 在下午三点祈求的时辰 布特鲁斯和叶哈亚上圣殿去 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被人抬来 他们每天把他放在那名叫美门的殿门口 好让他向进殿的人乞讨 他看见布特鲁斯和叶哈亚将要进殿 就向他们乞讨 布特鲁斯和叶哈亚定睛看着他 布特鲁斯说 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着他们 希望从他们得些什么 布特鲁斯却说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尔撒麦西哈的名 命令你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踝骨马上就强壮有力了 他一跳就站了起来 并且走动 他连走带跳赞美真主 同他们进入殿中 群众看见他一边走一边赞美真主 他们一认出 他就是那平时坐在圣殿美门口 乞讨的 就因他所经历的事 满心稀奇 惊讶不已 那人拉着布特鲁斯和叶哈亚的时候 群众都很惊奇 跑到他们那里 就是素来曼郎的下面 布特鲁斯看见了 就对群众说 以色列人啊 为什么因为此事感到惊奇呢 为什么盯着我们 好像我们是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让这个人能走的呢 伊布拉辛 伊斯哈格 伊尔姑白的真主 就是我们祖先的真主 荣耀了他的仆人尔撒 这位尔撒 你们把他送交官府 比拉多本来定义要放他 你们却当着比拉多的面拒绝他 你们把他圣者 义者拒绝了 反而要求给你们释放一个杀人犯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 真主却使他从亡人中复活 我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 使他的名 引信他的名 使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个人强壮了 这从尔撒而来的信心 当着你们众人面前 把他完全治好了 弟兄们 我知道你们所做的是出于无知 你们的官长也是这样 但真主曾经借先知们的口 预先宣告他所立的麦西哈将要受害的事 就这样应验了 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到涂抹 这样 那安乐的日子就会从主面前来到 并且他要把为你们预先选定的麦西哈尔撒派来 他必须留在天上 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真主自古 解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穆萨从说 你们的主安拉 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无论他对你们说什么 你们都应听从 无论谁不听从那位先知 必定从民中灭绝 所有从圣母威来起 以及相继兴起来讲话的先知 都曾经宣告这些日子 你们是先知的子孙 也是承受真主 向你们祖先所立之约的人 真主曾经对伊布拉辛说 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代得福 真主先给你们兴起他的仆人 派他来祝福你们 使你们个人回转 离开邪恶 使者们正对群众讲话的时候 祭司 圣殿的守卫长 和撒都该人来到他们那里 因为使者教导群众 并且传扬阿尔萨从亡人中复活 他们就非常恼怒 于是下手抓住使者 那时天已经晚了 就把他们拘禁到第二天 然而有许多人 听见他们所讲的道就信了 仅男人的数目就大概有五千 第二天 耶胡德人的领袖 耶胡德人的领袖 长者 精师都相聚在耶路撒冷 还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 耶哈亚 伊斯坎达尔 以及大祭司的家人 所有的人都在那里 他们叫使者都站在当中 质问说 你们凭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做这事 当时 布特鲁斯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民众的领袖和长者 我们今天受审 如果是为了在那残疾人身上 所做的善事 就是这个人怎么会好的 那么 你们各位和以色列全民都应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好了 是因 拿撒勒人 尔撒 麦西哈的名 这位尔撒麦西哈 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真主 却使他从亡人中复活了 他是你们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 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 除了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此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搭救 他们看见布特鲁斯和叶哈亚的胆量 也知道这两个人 是没有学问的平民 就很惊奇 同时认出他们是跟尔撒一起的 又看见那位治好的人 和他们一起站着 就无话可说 于是嘱咐他们 到公益会外面去 彼此商议 说 对这些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有一件人所共知的险计 通过他们发生了 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们也无法否认 为了避免这件事在民间越传越广 我们应该警告他们 不许再奉这个名 向任何人谈道 于是叫了他们来 严禁他们再奉尔撒的名 讲话或教导 布特鲁斯和叶哈亚回答 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真主 在真主面前对不对 你们自己说吧 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 众人因所发生的事都赞颂真主 于是公益会为了群众的缘故 也因为找不到借口惩罚他们 就恐吓一番把他们放了 原来借着险计致好的那个人 有四十多岁了 布特鲁斯和叶哈亚被释放了之后 回到自己的人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者说的一切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了 就同心向真主高声说 主啊 您是那造化天地 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 您曾以圣灵 借您仆人 我们祖先 达伍德的口说 列国为什么骚动 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 地上的君王都起来 首领聚在一起 敌对主 和他的受高者 西律和本丢比拉多 外族人和以色列民 真的在这城里相聚 反对您所高利的圣仆 尔萨 做了您首和您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 主啊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您监察 也赐您仆人们大有胆量 传讲您的道 求您伸手医治 借着您圣仆 尔萨的名 大行险计 其事 他们祈求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传讲真主的道 全体信誓一心一意 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 他们反无功用 使者大有能力 为主尔萨的复活作证 众人都蒙了大恩 他们当中 没有一个有缺乏的 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 把得到的钱拿来 放在使者脚前 照着个人的需要来分配 有一个人 名叫优素福 使者称他为巴拿巴 就是安慰者的意思 他是个立位人 生在塞浦路斯 他卖掉了自己的田地 把钱拿来 放在使者的脚前 引之乐 使者行传 五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和他妻子撒菲拉 把田产卖了 他私底下 把钱留了一部分 妻子也知道这件事 他把其余的一部分带来 放在使者的脚前 布特鲁斯说 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使你欺骗圣灵 私底下 把卖地的钱留了一部分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然卖了 所得的钱 不是由你做主吗 你为什么存心这样做呢 你这不是欺骗人 而是欺骗真主 亚拿尼亚一听见这话 就扑倒 断了气 所有听见的人都十分害怕 有几个青年人 来把他包好 抬出去埋了 大约三小时之后 亚拿尼亚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布特鲁斯问他 你告诉我 你们买田地的钱 就是这么多吗 他说 是的 就是这么多 布特鲁斯说 你们 为什么 串通试探 主的灵呢 你看 埋你丈夫之人的脚 已经到了门口 他们 也要把你抬出去 他马上 就扑倒在布特鲁斯脚前 断了气 那些青年人进来 发现他无常了 把他也抬出去 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体会众 和所有听见此事的人 都很害怕 主通过识者的手 在民间 行了许多险计歧视 他们都同心 相聚在 素来慢廊下 其余的人 没有一个敢接近他们 可是民众 都很敬重他们 归信主的男男女女 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 把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小床和褥子上 好让布特鲁斯经过时 至少他的身影 可以落在一些人身上 耶路撒冷周围城市的人 也带着病人和受乌林 缠绕的 蜂拥而来 结果病人全被治好了 大祭司和他的同党 撒租该人 满心记恨 行动起来 于是下手抓住使者 把他们压在公共拘留所里 夜间有一位天仙 打开牢门 把他们领出来 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 把一切有关这生命的话 都讲给民众听 使者听完了 就在黎明的时候 进到殿里去教导 大祭司和他的同党来到了 就召集公议会 和以色列人的长者们 派人到监狱去 带使者出来 卫兵到了牢里 找不到他们 回来报告说 我们发现牢门紧闭 狱卒也守在门外 等到开了门 里面却一个人也找不到 圣殿的守卫长和祭司长 听了这些话 觉得很困惑 不知道事态将如何发展 忽然有人来报告说 你们压在牢里的那些人 正站在殿里 教导民众呢 于是守卫长和卫兵 去带使者来 不过没有用暴力 因为怕民众用石头打他们 既然带来了 就叫他们站在公议会前 大祭司问他们 我们严厉地嘱咐过你们 不准再奉着名教导 看 你们却把你们的教义 传遍了耶路撒冷 想要把流着人的血的责任 推到我们身上 布特鲁斯和使者们回答 服从真主胜过服从人 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 亲手杀害的尔撒 我们祖先的真主 已经使他复活了 真主 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 做援手 做救助 把悔改的心 赐给了以色列人 使他们罪 得到摄诱 我们为这些事作证 真主 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这些事作证 公议会的人听了 非常恼怒 就想要杀他们 但有一个法利赛人 名叫加玛列 是民众所尊敬的 戒律教师 他在公议会中站起来 主夫人把使者暂时带出去 然后对大家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应当小心处理这些人 从前有个丢大 致命不凡 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 他一被杀 跟从他的人尽都兴散 一败涂地 这人之后 在户口登记的时候 又有一个加利利人 耶胡达 拉拢人们来跟从他 后来他也丧命 跟从他的人也就烟消云散了 至于目前的事 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由他们吧 因为这计划或这行动 如果是出于仁义 如果是出于真主 你们就不能破坏他们 恐怕你们是与真主 做对了 他们接受了他的劝告 就传使者进来 鞭打一顿 禁止他们奉尔萨的名 传讲 就把他们释放了 使者高高兴兴地 从公益会里出来 因为他们算是配得为主的名 受入 他们每天 在店里并在个人的家中 不断地教导 传讲 尔萨士迈希哈 门徒不断增加的时候 说希腊语的耶胡德人 埋怨本地的希伯来人 因为在日常的功绩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于是十二位使者 召集了众门徒 说 要我们放下真主的道 去管理伙食是不妥的 所以弟兄们 应当从你们当中 选出七个友好见证 充满圣灵和智慧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负责此事 至于我们 我们要专心祈祷 传道 这个意见 全体会众都很满意 于是选出斯德凡 他是一位充满信心 和圣灵的人 还有菲利 波罗哥罗 尼加罗 提门 把弥拿 以及归信犹太教的安提亚人 尼哥拉 叫他们站在使者面前 使者祈求后 就为他们按手 真主的道传开了 在耶路撒冷 门徒人数大大增加 有很多祭司 也信从了真道 斯特凡 充满恩惠能力 在民间实行大歧视和险计 当时有几个称为 自由民礼拜堂的人 就是从古利奈 和伊斯坎达里亚来的人 另外 还有西里西亚人 和亚西亚人 他们出面 与斯特凡辩论 但斯特凡 靠圣灵和智慧说话 他们就抵挡不住 于是他们唆使众人 说 我们听过他说 亵渎穆萨和真主的话 又煽动民众 长者 精师 这些人就来捉拿他 把他带到公议会 并且造了假的政贡说 这人不断抨击圣地和戒律 我们听他说过 这拿萨勒人尔撒 要毁坏这个地方 改变穆萨传给我们的规律 当时 坐在公议会里的人 都注视他 看见他的面貌 像天仙一样 隐之乐 使者行传 七 大祭司说 真有这些事吗 斯特凡说 各位父老兄弟请听 我们的祖先伊布拉辛 在梅索布达米亚 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真主向他显现 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到我只是你的地方去 他就离开加勒底人的地方 住在哈兰 他父亲归真后 真主又叫他从那里 迁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 在这里 真主并没有赐他产业 连立足之地 也没有 但真主应许 把这片土地赐给他 和他的后代为业 虽然那时 他还没有儿子 真主就这样说 你的后代要在外地寄居 有人要奴归 虐待他们四百年 真主又说 奴归他们的那个国家 我要亲自惩罚 以后他们要出来 在这地方侍奋我 真主也自他割礼为约 这样 伊伯拉辛生了伊斯哈格 第八天就给他行了割礼 后来伊斯哈格生伊尔姑白 伊尔姑白生了十二位祖先 祖先嫉妒尤塑福 把他迈到埃及去 然而真主与他同在 救他脱离一切苦难 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 有智慧 得恩宠 法老立他为首相 管理埃及和法老的全家 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 遭遇饥荒 大灾难 我们的祖先找不到粮食 伊尔姑白听见埃及有古粮 就派我们的祖先去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的时候 尤塑福就向哥哥们 表露了自己的身世 法老才知道尤塑福的家世 尤塑福就派人去把他父亲 伊尔姑白和全家七十五人都接来 于是伊尔姑白下了埃及 后来他和我们祖先都归真了 运到事件 埋葬在伊波拉辛用银子向哈摩子孙 买来的坟地里 真主给伊波拉辛的应许快要实现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埃及人口凡胜增多 但是到了另一位不认识尤塑福的君王 兴起统治埃及的时候 他就谋害我们的同胞 虐待我们的祖先 逼他们抛弃自己的婴孩 不容婴孩活着 就在那时候 穆萨出生了 他非常俊美 在父亲的家中抚养了三个月 他被抛弃的时候 法老的女儿把他捡走 当做儿子抚养 穆萨学了埃及人的全部知识 说话 做事都有能力 到了四十岁 他决心要去看望自己的同胞 以色列人 当他看见有一个人受欺负 就去保护 为那受区的抱不平 打死了那个埃及人 他以为同胞们都会明白 真主要借他的手 拯救他们 事实上 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 有人在打架 穆萨就出面调解 说 你们是弟兄 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那欺负邻居的把他推开 说 谁让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想杀我 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 穆萨因为这句话 就逃到麦德延地区寄居 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过了四十年 在西奈山的旷野 有一位信使 在晋级的火焰中向穆萨显现 他见了这个真梦 十分惊奇 他正上前观看的时候 就有主的声音说 我是你祖先的真主 就是伊伯拉辛 伊斯哈格 伊尔固白的真主 穆萨战战兢兢 不敢观看 主对他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掉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 是圣地 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的叹息我也听见了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 你来 我要派你到埃及去 他们拒绝了这位穆萨 说 谁让你做领袖和审判官呢 但真主 借着在荆棘中 向他显现的信使的手 派他做领袖和救赎者 这人领他们出来 并且在埃及地 红海和旷野 行骑士显记四十年 以前那位对以色列人说 真主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 像我的 就是这位穆萨 那曾经在旷野的大会中 和那在西奈山上 对他说话的信使同在 也与我们的祖先同在的 就是他 他领受了活的圣言 传给我们 我们的祖先不肯听从他 反而把他推开 他们的心 已经转向了埃及 就对哈伦说 给我们做一些神像 可以走在我们前面 因为把我们从埃及地 领出来的那个穆萨 我们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在那些日子里 他们做了一个牛犊 把祭物献给那偶像 并且因自己手所做的而欢庆 于是真主转身离开 任凭他们 侍奉天象 正如先知书所说 以色列家 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难道是将牺牲 和祭物献给我了吗 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 和李凡神的心 就是你们做来敬拜的像 所以我要把你们放住到 巴比伦那里去 我们的祖先在旷野 有作证的帐幕 就是跟穆萨谈话的那位 指示他 依照他看见的样式做的 我们的祖先 相继承受了这帐幕 真主把外族人 从他们面前赶走以后 他们就同约书亚 把帐幕带进 所得为业的地方 直到达伍德的日子 达伍德在真主面前 门了恩 就祈求 为伊尔顾白的真主 找个居所 但为他建造殿宇的 却是苏莱曼 其实至高者 并不住人手所造的 正如先知说 主说 天是我的宝座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建造 怎样的殿呢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 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 你们这些顽固不化 心和耳 都未受割离的人啊 你们时常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先怎样 你们也怎样 有哪一个先知 你们的祖先不迫害呢 你们杀了那些 预言义者要来的人 现在又把那义者出卖了 杀害了 你们领受了 由天仙传达的戒律 却不遵守 众人听了这些话 心中非常恼怒 就向着斯德凡 咬牙切齿 但斯德凡 被圣灵充满 定睛望着天 看见真主的荣耀 并且看见 尔撒 站在真主的右边 就说 看哪 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真主的右边 众人大声喊叫 捂着耳朵 一起向他冲过去 把他推出城外 用石头打他 那些证人 把自己的衣服 放在一个名叫 扫鲁斯的青年人脚前 他们用石头 打斯特凡的时候 他呼求说 主尔撒 求您接受我的灵魂 然后跪下来 大声喊着说 主啊 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 就睡了 尹之乐 使者行传 八 扫鲁斯也赞成 杀害斯特凡 从那天起 耶路撒冷的折马蹄 大受迫害 除了使者以外 所有的人 都分散到 耶路德和 撒马利亚各地 有些虔诚的人 安葬了斯特凡 为他大哭一场 扫鲁斯 却残害 折马蹄 挨家挨户地进去 无论男女 都抓去坐牢 那些逃散的人 随所到之处 传扬 加音真道 菲利下到 撒马利亚城 宣讲 麦嘻哈 群众听了 菲利所讲的 看见他所行的险计 大家就专心听他 所讲的话 许多人 有乌灵附在他们身上 乌灵大声喊叫了之后 就出来了 还有许多瘫痪的人 瘸腿的人 都治好了 在那城里 就充满欢乐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 从前在城里 行过邪术 使撒马利亚百姓惊奇 他又自命不凡 城里无论尊卑 都关注他 说 这就是那称为 真主的大能的人 他们关注他 因为他长期用邪术 使他们惊奇 等到菲利向他们传了 真主国度的加音 和尔萨迈希哈的名 他们就信了菲利 无论男女 都受了洗礼 连西门 自己也信了 他受洗礼之后 常和菲利在一起 看见所发生的险计 和大能的事 就觉得很惊奇 在耶路撒冷的使者 听见撒马利亚居民 领受了真主的道 就派遣布特鲁斯 和叶哈亚 到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 就为大家祈求 要让他们接受圣灵 因为圣灵 还没有仗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是受了洗礼 归入主 尔萨的名下 于是使者 为他们按手 他们就领受了圣灵 西门看见使者一按手 便由圣灵赐下来 就拿钱给他们 说 请把这权利也给我 叫我为谁按手 谁就可以领受圣灵 布特鲁斯对他说 你的银子和你一起灭亡吧 因为你以为真主的恩赐 是能够用钱买的 这是绝对没你的份 因为你在真主面前存心不正 所以你要悔改离弃这罪恶 要祈求主 也许你心中的意念 可以得到摄友 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 邪恶捆绑着你 西门回答 请你们为我求主 好让你们所说的 没有一样落到我身上 使者做了见证 讲了主的道 就回耶路撒冷去 一路上在撒玛利亚人的 许多村庄里 传扬佳音 有主的一位天仙 对菲利说 起来向南走 到那从耶路撒冷 下加沙沙的路上去 那条路在旷野里 他就动身去了 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 是埃塞俄比亚女王 坎塔基斯 有权力的太监 掌管女王全部国库 他上耶路撒冷去 礼拜 他回去的时候 坐在车上 读以赛亚先知的书 圣灵对菲利说 你上前去 靠近那车子 菲利就跑过去 听见他读先知 以赛亚的书 就问他 你所读的 你明白吗 他说 没有人知道我 怎能明白呢 于是请菲利上车 和他坐在一起 他所读的那段经文 就是 他向杨被迁去屠宰 又向杨高 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 他总是这样不开口 他受屈辱的时候 得不到公平的审判 谁能说出他的身世呢 因为他的生命 从地上被夺去 太监对菲利说 请问先知 这话是谁说的 指他自己呢 还是指别人 菲利就开口 从这段经文开始 向他传讲尔撒 他们一路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监说 你看 这里有水 有什么能阻止 我受洗礼呢 菲利说 如果你全心相信 就可以受洗礼 他回答说 我信 尔撒麦西哈是 真主的儿子 于是太监 嘱咐停车 菲利和他两人 下到水中 菲利就给他 施行洗礼 他们从水里 上来的时候 主的灵 就把菲利提去了 太监再也看不见他 就高高兴兴地上路 后来 有人在亚索 都遇见菲利 他走遍各城 传讲 佳音 直到凯撒利亚 尹之乐 实者行传 九 扫鲁兹 仍然向主的门徒 说恐吓凶杀的话 他到大祭司那里 要求他发公函 给大马士革 各礼拜堂 如果发现信奉这道的人 准许他无论男女 都缉拿到耶路撒冷 他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 忽然有光 从天上四面照射着他 他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鲁兹 扫鲁兹 你为什么迫害我 他说 主啊 您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 尔萨 起来 进城去 你该做的事 一定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 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只是目瞪口呆地 站在那里 扫鲁兹 从地上爬起来 睁开眼睛 却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牵着他的手 领他进大马士革 他三天 什么都看不见 不吃也不喝 在大马士革 有一个门徒名叫 亚拿尼亚 住在真梦中 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 主啊 主啊 我在这里 主说 起来 到那 叫直接的路上去 要在 耶乎达家里 找一个大树人 名叫 扫鲁斯 你看 他 正在 祷告 在真梦中 他看见一个人 名叫 亚拿尼亚 进来 为他 按手 使他 可以 再看得见 但 亚拿尼亚 回答 主啊 我 听见 许多人 说起 这个人 他 在 耶路撒冷 对你的 圣徒 做了 许多 邪恶的事 并且 他得到 祭司长的授权 要在这里 捆绑 所有 求告 你名的人 主对他说 你去吧 这个人 是我挑选的 器皿 为 要把 我的名 传给 外族人 君王 和 以色列人 我要 指示他 他 必须 为了 我的名 受 许多苦 亚拿尼亚 就去了 进了那家 为扫鲁斯 按手 说 扫鲁斯 弟兄 在你来的 路上 向你显现的 尔萨 就是主 派我来 使你可以 看见 又被 圣灵 充满 立刻有 灵片一样的 东西 从扫鲁斯的 眼里 掉下来 他就能 看见了 于是起来 受了洗礼 吃过了饭 就恢复了 体力 他和 大马士革的 门徒 一起住了 几天 随即在 各礼拜堂 传讲 尔萨 说 这一位就是 真主的 儿子 听见的人 都很惊奇 说 那在耶路撒冷 残害 求告这名的 不就是 这个人吗 他来这里 不是要 缉拿他们 交给 祭司长吗 然而 扫鲁斯 更加有能力 博岛 住在大马士革的 耶狐德人 证明 尔撒 是麦西哈 多日以后 耶狐德人 商议要杀掉 扫鲁斯 但他们的计谋 被扫鲁斯知道了 原来 他们在各城门 日夜把守 要杀掉他 但是 他的门徒 却趁夜 用大篮子 把他从城墙上 坠下去 扫鲁斯到了 耶路撒冷 想要接近门徒 但大家都怕他 不相信 他是个门徒 只有巴拿巴 接待他 带他去见使者 把他怎样 在路上 看见主 主向他说话 和他怎样 在大马士革 奉尔撒的名 放胆 宣讲 都讲了出来 于是扫鲁斯 在耶路撒冷 和门徒一起出入 奉主的名 放胆宣讲 并且于说 希腊语的耶乎德人 谈论辩驳 那些人却 打算杀了他 弟兄们知道了 就送他到凯撒利亚 派他往大树去 那时 耶乎德 加利利 撒玛利亚 各处的折马蹄 都得到平安 被建立起来 怀着敬畏主的 新过生活 并且 因圣灵的激励 人数增多起来 布特鲁兹 周游各地的时候 也到了住在 旅大的圣徒那里 他遇见一个人 名叫 以尼亚 得了瘫痪病 在床上 躺了八年 布特鲁兹 对他说 以尼亚 尔萨迈西哈 医治你了 起来 收好你的褥子 他就立刻起来 所有住在 旅大和沙伦的人 看见了他 就归向主 在约帕 有一个女门徒 名叫戴比沙 希腊语叫多加 她为人 乐善好施 那时 他因病无常了 有人把他洗净了 停放在楼上 吕大靠近约帕 门徒听说 布特鲁兹在那边 就派两个人去求他 说 请到我们那边去 不要延迟 布特鲁兹就动身 跟他们一起去 到了之后 他们领他上楼 所有寡妇 站在布特鲁兹旁边哭 把多加和他们 在一起的时候 所做的内衣外衣 拿给他看 布特鲁兹 叫大家出去以后 就跪下来祈求 然后转过身来 对着埋体说 戴比沙 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 一看见布特鲁兹 就坐了起来 布特鲁兹 伸手扶他起来 叫圣徒们和寡妇都进来 把多加活生生地 交给他们 此事传遍了约帕 就有很多人信了主 此后 布特鲁兹在约帕 一个质疲工匠 西门的家里 住了多日 在凯撒利亚 有一个人 名叫哥尼流 是意大利营的百夫掌 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真主 对人民做过许多善事 常常向真主祈求 有一天 大约下午三点钟 他在真梦中 清清楚楚看见 真主的一位天仙 来到他那里 对他说 哥尼流 他定睛一看 害怕起来 说 祖啊 什么事 天仙说 你的祈求和善行 已经达到真主面前 被他记住了 现在 你要派人到约帕去 请那个 名叫布特鲁兹的西门来 他在一个 制皮工匠西门的家里做客 房子就在海边 和他说话的天仙走了之后 他就叫了两个仆人 和服侍他的一个虔诚的士兵来 把一切事向他们讲明 然后派他们到约帕去 第二天 大约正午 他们接近那座城的时候 布特鲁兹上了房顶 去祈求 人们正在做饭的时候 布特鲁兹觉得饿了 很想吃饭 这时候他在四孟飞梦间 看见天开了 有一件东西 好像一块大布 绑着四脚 降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的各种四株牲畜 还有爬行动物和天上的黑鸟 有声音对他说 布特鲁兹起来 宰了吃 布特鲁兹说 主啊 绝对不行 我从来不吃俗物和不洁的东西 第二次 又有声音对他说 真主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 那件东西就立刻收回天上去了 布特鲁兹犹豫不定 不明白所看见的真梦 是什么意思 恰好哥尼流派来的人 找到西门的家 站在门口 大声问 有没有一个名叫 布特鲁兹的西门 在这里做客 布特鲁兹 还在思量那真梦 圣灵对他说 你看 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 下去吧 跟他们一起去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派他们来的 于是布特鲁兹下楼到他们那里 说 看 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 他们说 百夫长戈尼流是个义人 敬畏真主 整个耶乎德族都称赞他 他得到一位圣天仙的指示 请你到他家里 要听你说话 布特鲁兹就请他们进去 招待他们住下 第二天 布特鲁兹动身 跟他们一起去 另有约帕的几位弟兄同行 第三天 他们到了凯撒利亚 哥尼流已经招聚了自己的亲戚好友 在恭候他们 布特鲁兹一进去 哥尼流就迎接他 俯伏在他脚前叩拜 布特鲁兹扶起他 说 起来 我也不过是个人 布特鲁兹和他说话的时候 就进去了 看见许多人相聚在那里 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耶乎德人本来是不准和外族人接近来往的 但真主已经指示了我 不要把任何人当作凡俗或不洁的 所以我一被邀请 就毫不推辞地来了 现在请问 你们请我来有什么事呢 哥尼流说 四天以前 就在下午三点钟这个时刻 我在家里祈求 忽然有一位身穿明亮衣服的人 站在我面前 说 哥尼流 你的祈求已蒙准成 你的善行在真主面前已被记住 你要派人到约帕去 请那个名叫布特鲁兹的西门来 他在海边一个自提工匠西门的家做客 所以我立刻派人去请你 现在你来了 好极了 我们都在真主面前 要听主 祝负你的一切话 布特鲁兹就开口说 我实在看出 真主是不偏待人的 原来在各民族中 就是真主 就是真主怎样用圣灵和能力 高利 拿撒勒人 尔撒 他到各处做善事 治好所有被伊普列斯压制的人 因为真主与他同在 我们就是他在耶路德人之地 和耶路撒冷所做一切时的见证人 他们竟然把他挂在木头上 杀了他 真主叫他第三天复活 并且使他显现 不是显现给所有的人看 而是给真主预先挑选的见证人看 就是我们这些 在他从亡人中复活之后 与他一起吃喝的人 他嘱咐我们 向人民传讲 郑重证明 他是真主所立 审判活人亡人的主 所有先知都为他作证 所有信他的 都要借他的名 罪得赦有 布特鲁兹还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圣灵站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 那些受了割离 跟布特鲁兹一起来的信誓 因为圣灵的恩赏 也浇灌在外族人的身上 都很惊讶 因为听见他们讲别的语言 尊真主为大 于是布特鲁兹说 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灵 跟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他们受水的洗礼呢 就嘱咐 他们奉尔扎麦希哈的名 受洗礼 后来他们留布特鲁兹住了几天 尹之乐 使者行传 十一 使者和在耶乎德的弟兄们 听说外族人也接受了真主的道 布特鲁兹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些受割离的人和他争论 说 布特鲁兹就按着次序向他们讲解 说 我在约帕城祈求的时候 在四梦飞梦间 见到真梦 有一件东西 好像一块大布 绑着四脚 从天上降下来 一直来到我面前 我定睛观察 看见里面有地上的四足牲畜 走兽 还有爬行动物 和天上的飞鸟 我也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布特鲁兹 起来 宰了吃 我说 主啊 绝对不行 因为俗物或不洁的东西 从来没有 进过 我的口 第二次 又有声音 从天上回答 真主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 一连三次之后 所有的东西 都收回天上去了 就在那个时候 有三个 从凯撒利亚 派到我这里来的人 站在我们所住的房子门前 圣灵嘱咐我 跟他们一起去 一点也不要疑惑 这六位弟兄 也跟我一起去 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 他告诉我们 他怎样看见天仙 站在他家里说 派人到约帕去 请那个 名叫布特鲁兹的西门来 他有话要告诉你 使你和你全家 都能得搭救 我一开始讲话 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 就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 耶哈雅用水实行洗礼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礼 真主既然把同样的恩赐给他们 像给我们这些信了主 耳撒 麦其哈的人一样 我是谁 我能够阻挡真主吗 大家听了这些话 无言以对 就把荣耀归于真主 说 这样看来 真主也把悔改的心 赐给外族人 使他们得生命 那些因斯特凡事件 遭受苦难而四散的门徒 一直走到菲尼基 塞浦路斯 安提亚 除了耶乎德人之外 他们不向别人传讲佳音 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人 和古利奈人来到安提亚 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耳撒 主的手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 这是传到耶路撒冷 折马提的耳中 他们就派巴拿巴到安提亚去 他到了那里 看见真主所施的恩 就很高兴 劝勉众人艰辛靠主 巴拿巴是个好人 满有圣灵和信心 于是许多人归了主 后来他到大树去找扫鲁斯 找到了 就带他来安提亚 足足有一年 他们一起在折马提相聚 教导了许多人 门徒第一次被称为 麦希哈的弟子 就是在安提亚 那时 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 其中有一个名叫 压加布的站起来 借着圣灵 指出天下将要有大饥荒 这事在格老丢时期 果然发生了 于是门徒 决定按照各自的力量捐款 好送给住在耶狐德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做了 由巴拿巴和扫鲁斯 亲手送到长者们那里 那时 西律王下手迫害 折马提中的一些人 用刀杀了耶哈亚的哥哥 耶尔姑白 他见这事 博得了耶狐德人的欢心 就在除教节期间 也去捉拿布特鲁斯 捉到了 就把他关进监狱 交给四组士兵看守 每组四人 打算过了逾越节 把他提出来 交给民众 布特鲁斯 就这样被拘押在监狱里 但折马提 却为他迫切地祈求真主 西律 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 布特鲁斯 被两条锁链锁住 睡在两个士兵中间 还有卫兵守在门前 忽然 有主的一位天仙出现 牢房里就光芒四射 天仙拍拍 在布特鲁斯的内旁 唤醒他 说 快起来 他手上的锁链 就脱落了 天仙对他说 系上腰带 穿上鞋 他就这样做了 天仙又说 披上外衣 跟我走 他就出来 跟着天仙走 但他不知道 天仙所做的事 是真实的 还以为是 见了真梦 他们经过第一 第二 两个杠上 来到通向城里的铁门前 那门 自动为他们开了 他们出来 往前走过一条街 天仙忽然 离开了他 布特鲁斯 清醒过来 说 现在我确实知道 主派他的天仙来 救我脱离西律的手 和耶胡德人 所期待的一切 他明白了之后 就到别名 马可的叶哈亚的母亲 麦尔盐家里去 有许多人 相聚在那里祈求 布特鲁斯 敲了大门 有一个名叫 罗大的女仆 出来应门 他听出是 布特鲁斯的声音 高兴得 顾不上开门 就跑进去报告 说 布特鲁斯 站在门外 大家说 你疯了 他却坚持说 这是真的 他们说 一定是他的天仙 布特鲁斯 继续敲门 他们开了门 一件是他 就非常惊讶 布特鲁斯 打了一个手势 要他们安静 然后向他们述说 主怎样 领他出狱 又说 你们把这些事 告诉 伊尔顾白和弟兄们 就离开那里 到别的地方去了 天亮的时候 士兵们非常慌乱 因为不知道 布特鲁斯 出了什么事 西律搜寻他 却找不到 就审问卫兵 下令把他们 带出去处死 后来西律 离开耶护德 到凯撒利亚去 住在那里 当时西律 对推罗和西顿人 怀怒在心 这两地的人 就先拉拢了 王的内侍臣 伯拉斯都 然后联合聚见西律 欲向他求和 因为他们的地区 都需要从王的领土 得到粮食 到了定好的日期 西律穿上朝服 坐在高台上 向他们演讲 群众大声说 这是真主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他不归荣耀给真主 所以主的天仙 即刻击打他 他被虫养 就断了气 真主的道日渐兴旺 越传越广 巴拿巴和扫鲁斯 完成了任务 就带着名叫 马可的叶哈亚 从耶路撒冷回来 尹之乐 使者行传 十三 安提亚者马提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 名叫尼杰的西面 古利奈人路求 与分封王西律 一起长大了马念 以及扫鲁斯 他们侍奉主 并且封斋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把巴拿巴 和扫鲁斯分别出来 去做我召唤 他们做的工作 于是他们封斋祈求 为两人按手 就派他们去了 他们既然奉圣灵派遣 就下到西流基 从那里坐船 往塞浦路斯去 他们到了撒拉米 就在耶胡德人的 各礼拜堂里 宣讲真主的道 还有耶哈亚 做他们的助手 他们走遍全岛 到了帕弗 遇见一个耶胡德人 名叫巴尔萨 是个术士 又是个伪先知 他常常和省长 誓求鲁斯在一起 省长是个聪明人 他请了巴拿巴 和扫鲁斯来 向听听真主的道 但术士 以鲁马 与使者作对 要是省长 转离真道 以鲁马 就是术士的意思 扫鲁斯 也就是鲍鲁斯 却被圣灵充满 并惊看着他 说 你这充满各种诡诈 和各种饥饿的人 利普略斯的儿子 公义的仇敌 你歪曲了主的正道 还不停止吗 你看 现在主的手临到你 你的眼要瞎了 暂时看不见阳光 他就立刻 被雾和黑暗笼罩了 四处找人牵他的手 给他领路 那时 省长看见了发生的事 就信了 因为他对主的教导 感到惊奇 鲁斯和同伴 他们从帕弗开船 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 叶哈亚却离开他们 回耶路撒冷去了 他们从别家往前走 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 在安息日进了礼拜堂 就坐下来 宣读了戒律书和先知书以后 礼拜堂的理事们 派人到他们那里去 说 弟兄们 如果有什么鼓励大家的话 请说吧 鲍鲁斯就站起来 打了个手势 说 以色列人和敬畏真主的人 请听 以色列民的真主 挑选了我们的祖先 当他们在埃及地寄居的时候 真主抬举他们 用大能的绑币 把他们从那地领出来 又在旷野容忍他们 约有四十年之久 灭了加南地的七祖之后 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 这一切历史约四百五十年 后来真主赐给他们事实 直到始末未来先知为止 那时 他们要求立一个王 真主就把奔亚敏部落中的一个人 基氏的儿子塔鲁特 赐给他们做王 共四十年之久 废去塔鲁特之后 又为他们兴起达伍德做王 并且为他作证说 我找到耶稀的儿子达伍德 他是和我心意的人 会遵行我的一切之意 真主招的应许 已经从这人的后代中 给以色列带来了一位救主 就是尔萨 在他来临之前 耶哈亚早已向以色列全民宣讲 悔改的洗礼 耶哈亚快要跑完他的路程的时候 说 你们以为我是谁 我不是他 他是在我以后来的 我就是给他截脚上的鞋带也不配 弟兄们 伊普拉辛的子孙 和你们当中敬畏真主的人啊 这救恩的信息是传给我们的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不认识他 也不明白每逢安息日所读的先知的话 就把他定了罪 正好应验了先知的话 他们虽然找不出该死的罪状 还是要求比拉多杀害他 他们把所记载一切关于他的事做完了 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 放在坟墓里 但真主却使他从亡人中复活了 有好多天 他向那些跟他一起从加利里上耶路撒冷的人显现 现在这些人在民众面前做了他的见证人 我们报好信息给你们 真主给列祖的英许借尔撒的复活 向我们这些做子孙的应验了 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记的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天生了你 至于真主使他从亡人中复活 不再归于腐朽 他曾这样说 我要把应许达伍德的神圣可靠的恩福赐给你们 所以他在另一篇说 您将不容您的圣者经历腐朽 达伍德在他自己的时代里 遵行了真主的计划 就睡了 会回他列祖那里经历了腐朽 唯独真主所复活的那一位 没有经历过腐朽 所以弟兄们 你们要知道 因这位尔撒 赦罪之恩正在向你们宣布 在你们靠穆萨戒律不能称义的一切事上 信靠他的人就被称义了 你们要小心 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 傲慢的人啊 你们要看 要惊奇 要灭亡 因为在你们的日子 我要做一件事 就算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也绝不会相信 鲍鲁斯和巴拿巴出来的时候 众人请求他们 下一个安息日再向他们讲这些事 散会以后 许多耶乎德人和归信犹太教的前程人 跟从了鲍鲁斯和巴拿巴 两人跟他们谈话 勉励他们要恒久地住在真主的恩典中 下一个安息日 几乎全城的人都聚集而来 要听主的道 耶乎德人 看见这么多人 就满心忌妒 反驳鲁斯所讲的 并且诽谤他们 鲍鲁斯和巴拿巴 却放胆说 真主的道 必须先讲给你们听 但既然你们拒绝接受 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我们现在就转向外族人去了 因为主曾这样嘱咐我们说 我已立你做外族人的光 使你把救恩带到地级去 外族人听见了就高兴 赞扬主的道 凡被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 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个地区 但耶乎德人 缩使前程尊贵的妇女 和城里的险要 煽动大家迫害鲁斯和巴拿巴 把他们驱逐出境 两人当众 剁掉脚上的尘土 王以歌念去了 门徒蛮有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银之乐 十者行传 十四 鲍鲁斯和巴拿巴 在以歌念 也照样进耶乎德的礼拜堂宣讲 结果一大群耶乎德人和希腊人都信了 但不顺从的耶乎德人 煽动外族人 激起他们仇贺的心 来反对弟兄们 但两人 还是住了很久 靠着主放胆讲论 主也借他们的手 行险计歧视 证实他恩惠的道 城里众人就分裂了 有的支持耶乎德人 也有的支持使者 当时 外族人 耶乎德人 和他们的首领 纯纯欲动 想要侮辱使者 用石头打他们 两人知道了 就逃往旅高尼的 路斯德和特币两座城市 以及周围地区 在那里传加音 路斯德成 有一个双脚无力的人 坐在那里 他生来就是瘸腿的 从来没有走过路 他听鲍鲁兹宣讲 鲍鲁兹注视他 见他有信心 可以治好 就大声说 你起来 两脚站直 他就跳起来 并且走起路来 众人看见 鲍鲁兹所做的事 就用旅高尼话 大声说 有神明化身为人 降到我们这里来了 于是他们称 巴拿巴为宙斯 称鲍鲁兹斯为 赫尔默斯 因为鲍鲁兹 带头说话 城门前 宙斯庙的祭司 牵着几头公牛 拿着一些花环 来到门口 要和群众一起献祭 巴拿巴和鲍鲁兹 两个使者听见了 就撕裂衣服 跳进群众中间 喊着说 各位 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们也是和你们 有同样本性的凡人 我们传佳音给你们 正是要你们远离 这些虚妄的事 归向永活的真主 就是那造化天 地 海 在从前的世代里 他容忍万国各行其道 然而却未尝不为自己留下明证 就如常常做善事 从天上降下雨来 常常赏赐封年 使你们吃喝充足 满心欢乐 两人说完了这些话 好不容易才阻止了群众 不向他们献祭 但有些耶乌德人 从安提亚 以歌念来 挑唆群众 用石头打爆鲁斯 以为他无常了 就拖到城外去 门徒正围着他的时候 他竟然站起来 走进城里去了 第二天 他跟巴拿巴 一起到特币去 他们在那城里传家音 使许多人做了门徒 然后回到路斯德 以歌念安提亚 兼顾门徒的心 鼓励他们坚守信仰 又说 我们进入真主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苦难 两人在各折马蹄 为他们指派了长者 风斋祈祷之后 就把他们交托给 所信的主 两人经过比西迪 来到庞菲利亚 在别家宣讲以后 就下到亚大利 从那里坐船 前往安提亚 从前众人就是 在这个地方 把他们交托在 真主的恩典中 派他们去工作 现在他们已经凡城了 他们到了那里 就召集了会众 报告真主 跟他们一起所做的一切 并且他为外族人 开了信道的门 两人和门徒住了不少日子 有几个人 从耶乎德下来 教导弟兄们说 如果你们不按摩萨的规礼 受割礼 就不能得搭救 鲍鲁斯和巴拿巴 与他们激烈的争执辩论起来 大家就派鲍鲁斯 巴拿巴 和他们之中的几个人 为这个问题 上耶路撒冷 去见使者和长者 于是哲玛迪 给他们送行 他们就经过 菲尼基 撒玛利亚 详细说明外族人 怎样归向主的事 使弟兄们 异常喜乐 到了耶路撒冷 他们受到哲玛迪 使者和长者的接待 就报告真主 和他们一起 所做的一切 然而 有几个法利塞派的姓士 站起来 说 我们必须给外族人行割礼 嘱咐他们遵守 穆萨的戒律 使者和长者相聚在一起 商议这件事 经过了很多的辩论 布特鲁兹 站起来对他们说 弟兄们 你们知道 前些时候 真主在你们中间挑选了我 使外族人从我的口中 听见佳音的道 而且信了 洞察人心的真主 也为他们作证 赐圣灵给他们 就像给我们一样 而且他带他们和我们没有分别 借着信 他洁净了他们的心 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真主 把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所不能付的恶 放在门徒的脖子上呢 我们相信 我们得搭救是借着主尔撒的恩 和他们也是一样 大家都静默无声 听巴拿巴和鲍鲁斯树说 真主借着他们 在外族人中所行的险计歧视 他们讲完了 叶尔姑白说 弟兄们 请听我说 刚才西门树说 真主当初怎样关怀外族人 从他们当中挑选了子民 归在自己的名下 先知们的话也符合这个意思 正如经上所记 此后我要回来 重建达伍德倒塌了的账目 重建他损坏之处 把他重新树立起来 使余下的人 就是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外族人 都能寻求主 这是自古以来 就显明了这些事的主所说的 所以 我认为不要为难这些归服真主的外族人 只要写信 叫他们进界被偶像污秽了的东西 淫乱 勒死的牲畜和血 因为自古以来 在各城里 都有人宣讲穆萨的书 每逢安息日 在各礼拜堂里 都有人诵读 当时 使者 长者 并整个哲玛提 决定从他们中间 选出人来 与鲍鲁斯 巴拿巴 一起派遣到安提阿去 所选的就是 被称为巴萨巴德 耶呼达 和希拉 他们是弟兄中的领袖 于是写信 给他们带去 信上说 使者和做长者的弟兄们 向安提阿 叙利亚 西里西亚的外族众弟兄问安 我们听说 有人从我们这里出去 说了一些话 搅扰你们 使你们心里不安 其实我们并没有嘱咐他们 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 选派一些人 跟我们亲爱的巴拿巴 和鲍鲁斯去见你们 这两个人 为了我们的主 尔萨迈希哈的名 曾经把性命 置之毒外 我们派了耶呼达 和希拉埃及去 他们也会亲口 说明这些事 圣灵和我们都同意 不把别的重担 加在你们身上 然而 有几件事是必要的 就是进阶 祭雇偶像的食物 血 勒死的牲畜 和淫乱 如果你们能进阶 自己不做这些事 那就行了 祝你们平安 他们受了派遣 下安提阿去 集合了众人 就把书信呈上 众人读了 因信上的劝勉 就感到欣慰 耶呼达和希拉 也是先知 说了许多话 勉励弟兄 兼顾他们 住了一段时间 弟兄们就给他们送行 他们就平平安安地 回到派遣 他们的人那里去了 但希拉认为 自己应当在那里住下来 只有耶呼达回到耶路撒冷 鲍鲁斯和巴拿巴 却住在安提阿 跟许多别的人一起教导 传讲主的道 过了一段时间 鲍鲁斯对巴拿巴说 我们要回到我们传过主道的每个城市 他们弟兄们 好知道他们的情形怎么样 巴拿巴 有意要带别名马可的列哈亚 一起去 但鲍鲁斯认为 不应带他去 因为他从前 在庞菲利亚离开过他们 不跟他们一起去工作 他们各持己见 一致彼此分手 巴拿巴带着马可 坐船到塞浦路斯去 鲍鲁斯却选了希拉 弟兄们把他交托在主的恩典中之后 他就出发了 他走遍了叙利亚 西里西亚 兼顾各者马蹄 鲍鲁斯乐 使者行传 十六 鲍鲁斯来到特壁 又到了鲁斯德 在那里 有一个门徒 名叫提摩泰 是一个归信的耶胡德妇女的儿子 但父亲是希腊人 鲁斯德和以歌念的弟兄们都称赞他 鲍鲁斯 想要带他一起出去 但为了那些地方的耶胡德人 就给他行了割礼 因为他们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 他们经过各城 把耶路撒冷的使者和长者锁定的规条 交给门徒遵守 于是各者马蹄 信心越发坚固 人数天天增加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 在亚西亚传道 他们就走遍弗里吉亚 加拉太地区 他们来到美西亚边境 想要去皮腿尼 尔撒的灵 却不允许 他们经过美西亚 下到特罗亚 夜间 有一个真梦向鲍鲁斯显现 有一个马其顿人 站着恳求他说 请你到马其顿来 帮助我们 鲍鲁斯见了这真梦 我们就认定是真主召唤我们 去传加音给他们 于是立刻设法前往马其顿 我们从特罗亚开船 直航萨摩特拉 第二天到达尼亚波利 从那里来到菲利比 就是马其顿地区的首要城市 是罗马的殖民地 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安息日 我们出了城门 来到河边 觉得那里是个祈祷的地方 我们坐下 向相聚的妇女讲话 有一位敬畏真主的妇女 名叫吕迪亚 是推崖推拉城卖紫色布的商人 他一直在听 主开启他的心 是他留心听鲍鲁斯所讲的 他和他一家 受了洗礼之后 就请求说 如果你们认为我是对主忠实的 就请到我家来住 于是他极力挽留我们 有一次 我们到乞讨的地方去的时候 一个被占卜之灵附着的女仆 迎面而来 他行占卜 使主人们发了大财 他跟着鲍鲁斯和我们 喊叫说 这些人是至高真主的仆人 向你们传讲得大救的道路 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鲍鲁斯觉得厌烦 就转身对那邪灵说 我奉尔撒麦希哈的名 命令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邪灵立刻就出来了 他的主人们 看见发财的希望没了 就揪住鲍鲁斯和希拉 他到市中心去见官长 又带到治安官面前 说 这些人是耶胡德人 扰乱我们的城市 传我们罗马人不准接受 不准实行的规例 群众一起来攻击他们 治安官就剥去他们的衣服 下令用棍子打他们 打了很多下 就把他们压在监牢里 嘱咐狱卒严密看守 狱卒领了命令 就把他们压入身牢 两脚锁在木家上 约在半夜 鲍鲁斯和希拉 祈祷歌颂真主 囚犯们都侧耳听着 忽然发生了大地震 一只监牢的地基都摇动起来 所有的牢门马上就开了 囚犯的锁链都松了 狱卒醒过来 看见牢门大开 以为囚犯都已经逃脱了 就拔出刀来想要自杀 鲍鲁斯大声呼叫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还在这里 狱卒叫人拿了灯来 就冲进去 战战兢兢地 俯伏在鲍鲁斯和希拉面前 随后领他们出来 说 先生 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得搭救 他们说 当官姓主二撒 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定得搭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就在当夜的那个时候 狱卒领他们去清洗伤口 狱卒和他家人都受了洗礼 就带他们到家里 摆上饭时 他和全家因幸乐真主 就一场喜乐 到了天亮 治安官派法警来 说放了这些人 狱卒就把这话告诉鲍鲁斯 说 治安官派人来释放你们 现在可以出来 平平安安地走吧 鲍鲁斯对他们说 我们是罗马人 还没有定罪 他们就公开打我们 又关在牢里 现在要私下赶我们出去吗 不行 他们应当亲自来 领我们出去 法警把这番话 回报治安官 治安官听说 他们是罗马人 就害怕起来 于是来请求他们 领他们出狱之后 就请他们离开那城 两人出了狱 就到吕迪亚的家里去 接了弟兄们 鼓励他们一番 就离开了 鲍鲁斯和希拉 经过岸非波里 亚波罗尼亚 来到铁撒罗尼加 在那里有耶乎德人的 礼拜堂 鲍鲁斯照他的习惯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根据天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证明 麦西哈必须受害 从亡人中复活 说 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 阿尔萨就是麦西哈 他们中间 有人被说服了 就跟随鲍鲁斯和希拉 还有一大群虔诚的希腊人 和不少显要的妇女 但耶乎德人 嫉妒起来 招聚了一些市井流氓 结合成群 骚动全城 冲进了耶孙的家 搜寻鲍鲁斯和希拉 要把他们交给民众 搜索不到他们 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 拉到地方长官那里 喊叫着说 这些扰乱天下的人 也到这里来了 耶孙却收留他们 这些人都违背 凯撒的法令 说另外还有一个王 尔萨 群众和地方长官 听见这话 就惊慌起来 收了耶孙和其他人的 保释金后 才放了他们 弟兄们当夜 立刻送鲍鲁斯和希拉 往比里亚去 二人到了 就进入耶乎德人的礼拜堂 这里的人 比铁萨罗尼家人 开明 热切接受主的道 每天端言天经 要知道所听的是否 与天经相符 结果他们中间 有很多人信了 也有高贵的希腊妇女 男的也不少 但 帖萨罗尼家的耶乎德人 知道 帖萨罗尼斯又在比里亚宣讲真主的道 就到那里去 煽动 挑拨群众 弟兄们立刻把鲍鲁斯送到海边去 希拉和提摩泰仍然留在比里亚 护送鲍鲁斯的人 带他到了雅典 鲍鲁斯嘱咐他们叫希拉和提摩泰赶快去见他 于是他们就回去了 鲍鲁斯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心灵十分焦急 于是在礼拜堂里 和耶乎德人及虔诚的人辩论 并且天天在世中心和所遇见的人辩论 还有一些伊比丘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哲学家 也和他争论 有的说 这个胡言乱语的人要说什么呢 有的说 他似乎是一个宣传外地鬼神的人 这是因为鲍鲁斯传扬 尔萨和复活的教义 他们拉着鲍鲁斯 把他带到亚略巴谷 说 你所讲的这个新教义 能让我们知道吗 因为你把一切新奇的事 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原来所有雅典人和外侨 专号谈论和打听新奇的事 来打发时间 鲍鲁斯站在亚略巴谷当中 说 各位雅典人 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非常敬畏鬼神 我走路的时候 仔细观察你们所礼拜的 发现有一座祭台 上面写着献给不认识的神明 我现在把你们不认识而礼拜的这位传给你们 造化宇宙和其中万有的真主 既然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余里 也不受人手的服侍 好像他缺少什么 他自己反而把生命 气息和一切赐给万人 他从一个本源 造出了万族来 使他们住在整个大地上 并且定了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 要他们寻求真主 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因为我们活着 行动和存在都在于他 就如你们有些世人说 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 我们既然是真主的子孙 就不应该以为他的神性 是好像人用手艺 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 过去那无知的时代 真主不加以追究 现在他却嘱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 要通过他所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使他从亡人中复活 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 众人一听到亡人复活的事 就讥笑他 但有的说 我们要再听听你讲这件事 这样 鲍鲁斯就离开他们 但有几个人接近他 并且信了主 其中有亚略巴谷的一员 丢尼修 一个名叫戴玛里的女子 还有其他在一起的人 此后 鲍鲁斯离开雅典 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生在本都的耶乎德人 名叫亚居拉 因为格老丢 下令所有的耶乎德人 都要离开罗马 所以亚居拉最近同他的妻子 百基拉 从意大利来 鲍鲁斯就去找他们 他们是以做帐篷为业的 因为是同业 鲍鲁斯就和他们一起住 一起工作 每逢安息日 鲍鲁斯在礼拜堂辩论 试图说服耶乎德人和希腊人 归向主 希腊和提摩泰 从马其顿下来的时候 鲍鲁斯就专心传扬主的道 向耶乎德人极力证明 尔萨是麦西哈 但是他们抗拒和诽谤尔萨 鲍鲁斯就抖着衣服 对他们说 你们的罪 你们自己承担 这与我无关 从今以后 我要到外祖人那里去了 他离开那里 到了提多 尤士都的家去 这个人是敬拜真主的 他的家靠近礼拜堂 礼拜堂主管 激励司部和他全家都信了主 许多哥林多人也听了道 信了主 而且受了洗礼 夜里 主通过真梦 对鲍鲁斯说 不要怕 直观假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必定没有人会攻击和伤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 有许多属于我的人 鲍鲁斯 在那里住了一年 零六个月 把真主的道 教导他们 当家流 做亚盖亚省长的时候 耶乎德人 一致起来攻击鲍鲁斯 拉他到审判台前 说 这个人 劝人不按戒律 去敬拜真主 鲍鲁斯刚要开口 家流就对 耶乎德人说 耶乎德人啊 如果有犯法 或邪恶的罪行 我当然要耐心听你们 但所争论的 若是关于字句 名称 和你们的戒律 你们就应当自己处理 我不愿意审判这件事 于是就把他们 从审判台前赶出去 众人揪助李拜堂 主管苏提尼 在审判台前打他 这些事 家流一概不管 鲍鲁斯 住了许多日子 然后辞别弟兄们 坐船去叙利亚 同行地游 百基拉和亚居拉 他因为许过院 现在漆满了 就在尖阁里 剃了头发 到了以弗所 鲍鲁斯留他们在那里 自己却到礼拜堂去 跟耶乎德人辩论 众人请他 多住些时间 他没有答应 却辞别他们说 真主若许可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于是从以弗所开船去了 鲍鲁斯在凯撒利亚登岸 上耶路撒冷问候哲玛提 然后下安提亚去 住了一段时间 他又动身 先后经过加拉泰地区和弗里吉亚 兼顾门徒门 有一个生在伊斯坎达里亚的耶乎德人 名叫亚波罗 来到以弗所 他很有口才 擅长讲解天经 这个人 在主的道上受过训练 心灵火热 很准确的讲论 并且教导人 关于尔萨的事 但他只知道 耶哈亚的洗礼 这人 在礼拜堂里 放胆讲论起来 百基拉和亚居拉听了 就把他接来 把真主的道 更准确地向他讲解 亚波罗 有意要到亚该亚去 弟兄们就鼓励他 又写信请门徒接待他 他到了那里 对那些蒙受恩宠的信使们 帮助很多 因为他当众有力的 博导耶乎德人 引用天经证明 尔萨士麦希哈 亚波罗 在哥林多的时候 鲍鲁斯经过内陆地区 来到以弗所 他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 领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说 没有 我们甚至没听说过 有圣灵这回事 鲍鲁斯问 那么你们领受的是什么洗礼呢 他们说 是耶哈亚的洗礼 鲍鲁斯说 耶哈亚实行的是悔改的洗礼 他告诉人们 要相信在他以后 要来的那一位 就是尔萨 他们听见了 就受洗礼 归入主尔萨的名下 鲍鲁斯为他们按手 圣灵就站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用各种语言讲话 并且说语言 他们总共约有十二个人 一连三个月 鲍鲁斯都到礼拜堂里去 放胆宣讲 辩论真主国度的事 劝导人 可是有些人心里刚硬 不受劝化 在群众面前诽谤这道 鲍鲁斯就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与他们分开 他每天在推拉奴学院 跟人辩论 这样过了两年 全亚西亚的居民 无论耶胡德人或希腊人 都听见了主的道 真主借鲍鲁斯的手 行了一些不平凡的险计 甚至有人 把鲍鲁斯贴身的手帕 或围巾拿去 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好了 邪灵也出来了 那时 有几个驱魔的耶胡德人 周游四方 擅自用主尔撒的名 向身上有邪灵的人说 我奉鲍鲁斯所传的尔撒的名 命令你们出来 有一个耶胡德人是瓦基 是祭司长 他的七个儿子都做这事 邪灵回答他们 尔撒我认识 鲍鲁斯我也知道 你们是谁 邪灵所赴的那人 就扑到他们身上 制服了两个人 胜过了他们 使他们赤着身 带着伤 从那房子逃了出来 所有住在 以弗所的耶胡德人 和希腊人 都知道这件事 大家都惧怕 尊主尔撒的名为大 也有许多归信的人 来承认和述说 自己的所作所为 又有许多行巫术的人 把他们的书堆在一起 当众烧掉 他们估算书价 才知道 共值五万块银子 这样 主得道大有能力的 兴旺起来 而且得胜 这些事以后 鲍鲁斯心里定义 要经过马其顿 亚该亚 往耶路撒冷去 他说 我到了那边以后 你该去罗马看看 于是从服侍他的人当中 派了提摩泰和伊拉都 两人去马其顿 自己暂时留在亚西亚 那时 因这道发生了严重骚乱 有一个银匠 名叫迪米丢 是制造亚迪米女神银刊的 他给技工们 带来了不少生意 他把这些人 和同业的工匠 相聚起来说 各位 你们知道 我们是靠这生意赚钱的 现在你们看见了 也听见了 这个鲍鲁斯不单在以佛所 而且几乎在整个亚西亚 说服了 也带坏了许多人 说 人手所做的 都不是真主 这样 不仅我们这行业 要被人鄙视 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 也会被人丢弃 连全亚西亚和普天下 所敬拜的女神 也要被人藐视 威荣尽失了 他们听了 怒气冲冲地喊着说 以佛所人的女神 伟大的亚迪米啊 全城骚动起来 他们捉住了 鲍鲁斯的旅伴 马其顿人 该游 和亚里达古 一起冲进了剧场 鲍鲁斯 想要到人群当中去 门徒却不让 还有几位亚西亚的官员 是鲍鲁斯的朋友 派人来劝他 不要冒险到剧场里去 那时 大家叫这个喊那个 乱成一团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相聚的原因 耶乎德人 把伊斯坎达尔推到前面 群众中 有人把这事的因由 告诉他 伊斯坎达尔做了一个手势 要向民众申辩 大家一认出他是耶乎德人 就一口同声高呼 伊斯坎达尔的女神 伟大的亚迪米啊 喊了约有两个钟头 后来 秘书官安抚群众说 伊斯坎达尔啊 谁不知道你们的城 是守护大亚迪米的庙 又是守护 从宙斯那里降下的神像的呢 这些事既然是博不倒的 你们就应当平心静气 不要轻举妄动 你们带来的这些人 既没有抢劫庙宇 也没有亵渎我们的女神 如果迪米丘和跟他一起的技工 要控告谁 大可以告上法庭 或成交总督 让他们彼此控告好了 如果还有其他的事件 可以在合法的集会里 谋求解决 今天的动乱 本来是无缘无故的 我们可能有被控告的威胁 关于这次的骚动 我们实在无法解释 说了这些话 就把群众解散了 骚乱平息以后 鲍鲁斯派人把门徒们请了来 鼓励一番 就告辞出发 往马其顿去 他走遍那一带地方 用许多话鼓励众人 然后来到希腊 他在那里住了三个月 正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的时候 有些耶乎德人密谋要害他 他就决定经过马其顿回去 跟他同行的有比利亚人 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 帖萨罗尼加人 亚里达古和西宫都 特币人该游和提摩泰 亚西亚人推积古 和特罗菲摩 这些人先走 在特罗亚等候我们 至于我们 过了吴教节才从菲利比开船 五天后到特罗亚他们那里 逗留了七天 礼拜天 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 鲍鲁斯对大家宣讲 他因第二天就要启程 就一直讲到半夜 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许多灯火 有一个青年人 名叫尤推骨 坐在窗台上 因为鲍鲁斯讲得很长 他很困着 沉沉地睡着了 就从三楼跌下来 把他扶起来的时候 已经死了 鲍鲁斯走下去 扶在他身上 把他抱住 说 你们不要惊慌 他还活着 随即回到楼上 掰饼吃了 又讲了很久 直到天亮才走 他们把活生生的孩子 带走了 得到很大的安慰 我们先上船 开往亚朔 照着鲍鲁斯的安排 要在那边接他 因为他自己要走陆路去 他在亚朔 与我们会合 我们接他上船 去到米推利尼 从那里开船 第二天到了基亚对面 过了一天 就在萨摩靠岸 再过一天 到了米利都 原来鲍鲁斯 决定越过以夫所 免得在亚西亚耽搁搁时间 因为他希望 能在五旬节 赶到耶路撒冷 他从米利都 派人去以夫所 请折马蹄的长者来 他们到了 鲍鲁斯说 你们知道 自从我到了亚西亚的第一天 我一直怎样 跟你们相处 怎样服侍主 凡事谦逊 常常流泪 忍受耶胡德人 谋害的失恋 你们也知道 我从来没有留下一件 有意的事 不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告诉你们 教导你们 我对耶胡德人 和希腊人都做过见证 要他们悔改 归向真主 信靠我们的主 尔撒 现在 我的心灵受到催促 要去耶路撒冷 我不知道在那里 会遭遇什么事 只知道 在课程里 圣灵都向我指明 说有捆索和患难 在等着我 但我并不珍惜 自己的性命 只求跑完我的路程 完成我从主 尔撒所领受的职份 为真主恩惠的 佳音作证 我曾在你们那里 走遍各地 宣讲真主的国 现在 我知道你们大家 不会再见我的面了 所以我今天向你们作证 我是清白的 与众人的罪无关 因为真主的全部计划 我已经毫无保留的 传给你们了 圣灵既然立你们 做整个羊群的监督 牧养真主用自己的血 所赎来的折马蹄 你们就应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整个羊群谨慎 我知道 在我离开之后 将有凶暴的豺狼 进入你们中间 不顾西羊群 你们自己中间 也会有人起来 讲些歪曲 被谬的话 引诱门徒跟随他们 所以你们应该警醒 记得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停地 带着眼泪 劝戒你们个人 现在我把你们 交托给真主 和他恩惠的道 这道能造就你们 也能在所有成为 圣洁的人中 赐基业给你们 我从来没有贪图 任何人的金银或衣服 我这两只手 供应了我和同伴的需要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以身作则 你们必须照样辛劳 辅助软弱的人 并且记住主 尔萨的话 师比寿更为有福 他说了这些话 就跪下来和大家一起祈求 众人都痛哭 抱着鲍鲁斯 与他亲吻 他们最伤心的 是鲍鲁斯说 他们不会再见他的面那句话 最后他们送他上了船 我们离别了他们以后 船就直航到了戈士 第二天到罗底 从那里开往帕达拉 遇见了一艘开往菲尼基的船 就上船起航 我们远远看见塞浦洛斯 就从南边驶过 直航叙利亚 在推罗靠岸 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 我们找到了一些门徒 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凭着圣灵的指示 告诉鲍鲁斯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过了这几天 我们就启程前行 他们众人带着妻子儿女 送我们到城外 我们跪在海滩上祈求 互相道别 我们上了船 他们就回家去了 我们从推罗继续航行 到了多利满 问候那里的弟兄 跟他们一起住了一天 第二天 我们离开那里 来到凯撒利亚 到了传加音的腓利家里 和他住在一起 他是那七位之一 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童贞女 是会说预言的 我们住了几天之后 有一位先知 名叫亚加布 从耶乎德下来 他来见我们 把鲍鲁斯的腰带 拿过来 绑住自己的手脚 说 圣灵说 耶乎德人在耶路撒冷 要这样捆绑这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族人的手里 我们听了这些话 就和当地的人劝鲍鲁斯 不要去耶路撒冷 鲍鲁斯却回答 你们为什么哭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尔撒的名 不但被捆绑 就算死在耶路撒冷 我也都准备好了 他既然不听劝 我们只说了 愿主的旨意成就 就不出声了 过了几天 我们收拾行装 上耶路撒冷去 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 和我们在一起 领我们到一个塞浦路斯人 拿孙家里住宿 他做门徒已经很久了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们高高兴兴地 接待了我们 第二天 鲍鲁斯和我们一起 去见叶尔姑白 长者们也都在坐 鲍鲁斯问候了他们 就把真主借着他的工作 在外族人中所做的事 一一述说出来 他们听了 就赞美真主 对鲍鲁斯说 弟兄 你看 耶路德人中 归信的有好几万 都是对戒律很热心的人 他们听说 你教导所有在外族人中的 耶路德人 背弃穆萨 叫他们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也不要遵守规礼 他们肯定会听见你来了 那怎么办呢 你就照我们的话做吧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 都许国愿 你把他们带去 和他们一起行洁净礼 并且替他们付钱 让他们剃取头发 这样大家就知道 以前所听见关于你的事 都不是真实的 也知道你是遵守戒律 雄规蹈取而行的人 至于归信的外族人 我们已经写了信 嘱咐他们要进界 寄偶像的食物 邪 勒子的牲畜 和淫乱 鲍鲁斯就把那几个人 带走了 第二天和他们一起 行了洁净礼 他们进了殿 报名了他们 洁净期满的日子 以及个人 献牺牲的时间 那七天 将要期满的时候 从亚西亚来的耶路德人 看见鲍鲁斯在殿里 就煽动群众 并且抓住他 喊叫着说 以色列人哪 快来帮忙 这个人到处教导 众人反对人民 反对纪律和这个地方 他甚至把希腊人 也带进殿里 误会了这圣地 原来 他们看见过 以夫所人 特罗菲摩 和鲍鲁斯在城里 就以为鲍鲁斯 带他进了殿 于是全程震动 民众一起跑来 抓住鲍鲁斯 拉出殿外 殿门就立刻关起来了 他们正想杀他的时候 有人报告营部的千夫长 说 整个耶路撒冷都乱了 千夫长立刻带着一些 百夫长和士兵 跑到他们那里 众人一看见千夫长和士兵 就停止殴打鲍鲁斯 于是千夫长上前 抓住鲍鲁斯 嘱咐人用两条铁链 捆住他 问他是什么人 做过什么事 那时 众人叫这个喊那个 吵吵闹闹 以致千夫长 没有办法知道真相 只好下令 把鲍鲁斯带到营楼去 鲍鲁斯 到了台阶下面的时候 士兵把他抬起来 因为群众猛挤 而且有一群人 跟在后面叫喊 干掉他 他们带着鲍鲁斯 快到营楼的时候 鲍鲁斯对千夫长说 我可以跟你说一句话吗 千夫长说 你懂希腊语吗 难道你不就是不久以前作乱 带领四千个杀手 到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 鲍鲁斯说 我是耶胡德人 是西里西亚的大树人 并不是无名小城的公民 求你允许我向民众说几句话 千夫长准许了他 鲍鲁斯就站在台阶上 向民众做了一个手势 大家安静下来了 鲍鲁斯就用西布莱语讲话 说 各位父老弟兄 请听听我现在向你们的申辩 他们听见鲍鲁斯 用西布莱语说话 就更加安静了 鲍鲁斯说 我是耶胡德人 生在西里西亚的大树 在城里长大 按照我们祖先戒律的严格要求 在加玛列门下受教 我为真主热心 就像你们大家今天一样 我曾经迫害信奉这道的人直至死地 男男女女都捆绑起来 送进监狱 这是大祭司和整个公议会 都可以给我作证的 我也从他们那里 得到了写给弟兄们的信 就去大马士革 要把那里的人捆绑起来 带到耶路撒冷接受惩罚 约在正午 当我接近大马士革的时候 忽然有大光从天上向我四面照射 我扑倒在地上 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扫鲁斯 扫鲁斯 你为什么迫害我 我回答 主啊 您是谁 他说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拿撒勒人 尔撒 跟我在一起的人 只看见那光 却听不清楚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 主啊 我该做什么呢 主说 起来 进大马士革去 在那里会有人把指派给你做的事 都告诉你 因为那光太强烈 我的眼睛就瞎了 跟我在一起的人 就牵着我的手 进了大马士革 有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的 他是一个虔诚而遵守戒律的人 当地所有的耶狐德人都称赞他 他来见我 站在我旁边 对我说 扫鲁斯弟兄 你现在可以看见了 我立即抬头一看 就看见了他 他又说 我们祖先的真主选派了你 让你明白他的旨意 看见那一者 听见他口中的声音 因为你要向万人见证 你所看见所听见的 现在 你为什么还耽搁呢 起来受洗礼 求告他的名 洗尽你的罪吧 后来 我回到耶路撒冷 在殿里祈求的时候 在四梦飞梦间 看见主对我说 你要快快离开耶路撒冷 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 他们是不会接受的 我说 主啊 他们知道我曾把信您的人 监禁起来 又在各礼拜堂 拷打他们 并且您的见证人 斯特凡受害流血的时候 我也亲自在场 表示同意 并且为杀他的人 看管衣服 他对我说 你走吧 我要派你到远方的 外族人那里去 众人听见他说到这句话 就高声说 这样的人应该从地上除掉 不应该活着 大家正在喊叫着 抛制衣服 向空中扬灰撒土的时候 前夫长下令 把鲍鲁斯带到营楼去 嘱咐人用鞭子拷问他 要知道群众 为什么这样向他喊叫 士兵正用皮带 在绑他的时候 鲍鲁斯对站在旁边的 百夫长说 你们鞭打一个 还没有定罪的 罗马公民 合法吗 百夫长听了 就去报告前夫长 说 这个人是罗马公民 你要怎么办呢 前夫长就来问鲍鲁斯 告诉我 你是罗马公民吗 他说 是的 前夫长说 我花了一大笔钱 才取得罗马鸡 鲍鲁斯说 我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 于是那些要拷问他的人 立刻离开他 撤走 前夫长既知道 他是罗马公民 又因捆绑过他 就害怕起来 第二天 前夫长为要知道 耶乎德人控告鲍鲁斯的真相 就解开他 召集了祭司长和全体公议会成员 把鲍鲁斯带下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鲍鲁斯带下来 《尹之乐》 《使者行传》 23 鲍鲁斯注释者公议会的每个人 说 各位弟兄 我在真主面前 行事为人一向都是凭着良心的 大祭司亚拿尼亚 就嘱咐站在他旁边的人 打鲍鲁斯的嘴巴 鲍鲁斯对他说 你这粉饰的墙啊 真主要击打你 你作者是要按着戒律审问我 现在你竟然违背戒律 嘱咐人打我吗 站在旁边的人民说 你竟敢辱骂真主的大祭司吗 鲍鲁斯说 弟兄们 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 经上说 不可诅咒你人民的领袖 鲍鲁斯 看出其中一部分是撒都该人 另一部分是法利塞人 就在公益会中大声说 我是法利塞人 也是法利塞人的子孙 我现在受审 是为了盼望亡人复活 他说了这话 法利塞人和撒都该人 就起了争论 众人就分裂成两派 原来 撒都该人说 没有复活 没有天仙 也没有灵 法利塞人却认定 这些都有 于是众人大嚷大闹 有几个法利塞派的经师 站起来辩论说 我们看不出这个人 做过什么坏事 说不定 有灵或天仙 对他说过话 争论越来越大 先夫长 怕鲍鲁斯 被他们撕碎了 就嘱咐士兵下去 把他从人群中抢救出来 带到营楼去 当天晚上 主站在鲍鲁斯身边 说 你要撞起胆来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作证 也照样在罗马为我作证 到了天亮 耶胡德人在一起密谋 并且发誓说 不杀鲍鲁斯就不吃不喝 一起策划这项阴谋的 有四十多人 他们来见祭司掌门和掌者 说 我们已经发了誓 不杀鲍鲁斯 就不吃饭 现在你们和公议会 要通知亲夫长 带鲍鲁斯到你们这里来 装作要详细审查他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不等他走近 就把他杀了 但鲍鲁斯的外甥 听见这项埋伏的诡计 就到营楼去告诉鲍鲁斯 鲍鲁斯请了一个百夫长来 说 请你带这个年轻人去见千夫长 他有事要报告 百夫长就带鲍鲁斯的外甥 去见千夫长说 求犯鲍鲁斯请我去 求我带这个年轻人来见你 他有事要向你报告 千夫长拉着他的手 走到一边 私下问他 你有什么事 要向我报告 他说 耶胡德人已经约好了 要求你明天把鲍鲁斯 带到公议会里去 装作要详细审查他 你不要听他们的 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 正在埋伏起来等着鲍鲁斯 他们发了誓 不杀鲍鲁斯 就不吃不喝 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值得你答应 千夫长嘱咐那青年人 不要对人说 你把此事告诉了我 然后就打发他走了 千夫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 说 预备两百个步兵 七十个骑兵 两百个长矛手 晚上九点钟 往凯撒利亚去 也要预备好牲口 好让鲍鲁斯骑上 护送他 安全到达菲利斯总督那里 千夫长写了一封信 大意如下 格老丢 吕西亚 问候总督 菲利斯大人 这个人被耶乎德人抓住 快要被害的时候 我听说他是罗马公民 就带兵去把他救出来 为了要了解耶乎德人 控告他的原因 我就带他到他们的公益会那里去 我发现他被控告 是为了他们戒律上的问题 并没有什么该死 该绑的罪名 后来我接到密报 得知害他的阴谋 就立刻把他送到你那里去 并且嘱咐原告 到你面前来控告他 于是士兵遵令 把鲍鲁斯提出来 连夜带到安提帕底 第二天 他们把鲍鲁斯交给骑兵队护送 就回营楼去了 骑兵到了凯撒利亚 把信呈上总督 同时把鲍鲁斯也交给他 总督读了信 就问鲍鲁斯是哪一省的人 知道了他是西里西亚人 就说 等到原告爷来了 我才审问你 于是主妇人 把他拘禁在西里的王府里 过了五天 大祭司亚马尼亚 同几个长者 和一个律师贴士罗来了 他们向总督控告鲍鲁斯 鲍鲁斯被传来了以后 贴士罗就控诉他说 贴士罗就控告鲍鲁斯 贴士罗就控告鲍鲁斯 因为你的缘故 我们保享太平 因你的远见 本国大势改革 我们在方方面面都满怀感激 现在我不想多烦扰你 只求你宽容一下 听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看这个人就像瘟疫一样 是煽动普天下耶护德人生乱的人 又是拿萨勒派的首领 他还意图污秽圣殿 我们就把他抓住 我们想按照我们的戒律审问他 可是千夫长吕西亚来了 用武力把他从我们手中抢走 还嘱咐原告到你这里来 你亲自审问之后 就会清楚了解 我们所控告他的一切情况 耶护德人也都跟他一起控告鲍鲁斯 证实事情确实是这样 总督将鲍鲁斯示意 叫他说话 他就说 我知道你在我国审案多年 所以乐意为自己申辩 你清楚知道 自从我上耶路撒冷去礼拜 到现在还不到十二天 无论在殿里 礼拜堂中或城里 他们都没有看见我跟人辩论 或煽动群众作乱 也不能向你证明 他们现在控告我的事 但有一件事我要向你承认 他们所称为异端的这道 我正是根据这道 来敬拜我祖先的真主的 戒律和先知书上所记的一切 我都相信 我靠着真主所怀的盼望 即使他们自己所期待的 就是异人和不异的人都要复活 因此我常常勉励自己 对真主对人要长存无亏的良心 过了几年 我带着捐款回来周记我国 同时也带了牺牲 他们看见我在店里的时候 我已经完成了捷径礼 并没有和一大群人在一起 也没有生乱 只有几个从亚西亚来的耶胡德人而已 如果他们有事要控告我 就应该到你面前来控告 要不然 当我站在公益会中受审的时候 这些人若发现我有什么罪行 早就亲自说出来了 如果有的话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所喊的 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受审 是为了亡人复活的事 那一句话 菲利斯本来就详细了解这道 却故意拖延他们 说 等千夫长吕西亚来了 再审定你们的事 于是嘱咐百夫长 看守鲍鲁斯 但要宽待他 不要阻止亲友来照料他 过了几天 菲利斯和他的耶胡德妻子 土希拉一起来到 他又传见鲍鲁斯 听他谈论关于尔萨麦西哈里的信仰 鲍鲁斯讲到公益 自治和将来的审判的时候 菲利斯就害怕起来 说 你先走吧 等我有空的时候再叫你来 同时他也希望鲍鲁斯送钱给他 所以又多次传见他 和他谈话 过了两年 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 菲利斯为了讨好耶胡德人 就把鲍鲁斯留在监狱里 飞斯都到任三天之后 就从凯撒利亚去耶路撒冷 祭司长和耶胡德人的首领 到他面前控告鲍鲁斯 他们又要求菲斯都 求他恩准对付鲍鲁斯 把鲍鲁斯押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好埋伏在路上杀死他 菲斯都回答 鲍鲁斯现在关在凯撒利亚 我就要回到那里去 又说 菲斯都在他们那里 大约逗留了不过十天八天 就回到凯撒利亚去 第二天就开庭 嘱咐把鲍鲁斯带来 鲍鲁斯一到 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耶胡德人 就站在他周围 提出许多严重的公告 可是所控告的他们 都不能证实 鲍鲁斯身边说 无论对耶胡德人的戒律 圣殿或凯撒 我都没有罪 但菲斯都为了讨好耶胡德人 就问鲍鲁斯 你愿意去耶路撒冷 让我在那里审问这事吗 鲍鲁斯说 我现在站在凯撒的审判台前 这里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 我对耶胡德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 这是你清楚知道的 如果我做过不对的事 犯过什么该死的罪 就是死 我也不推死 不过 如果这些人告我的事不是真的 谁也不能把我送给他们 我要向凯撒上诉 菲斯都和他的顾问商量后 答复说 你既然要向凯撒上诉 可以到凯撒那里去 过了些日子 亚基帕王和白尼基来到凯撒利亚 问候菲斯都 他们在那里逗留了许多天 菲斯都向王讲述了鲍鲁斯的案情 说 这里有一个囚犯是菲利斯留下来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祭司长和耶胡德人的长者控告他 要求把他定罪 我答复他们说 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当面对证 又没有机会被所控的最身边 就被送给对方 罗马人没有这个规矩 后来他们都到了这里 我没有耽搁时间 第二天就开庭 祝福把那人提出来 原告都站在那里 他们控告他的并不是我所意料的恶事 他们与他争辩的只是他们的宗教问题 还说到一位已经死了的尔萨 鲍鲁斯却说他是活着的 关于这些争论 我不知道怎样处理 就问他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为这些事在那里受审 但鲍鲁斯要求把他留下 等待皇上裁决 我就下令把他关起来 等候押送到凯撒那里 亚基帕对菲斯都说 我也想听听这人说些什么 菲斯都说 明天就请你来听 第二天 亚基帕和百尼基 微风凛凛的来了 与千夫长和城中的险要 进了厅堂 菲斯都一声令下 就有人把鲍鲁斯提出来 菲斯都说 亚基帕王和在座的各位 请看这个人 耶路撒冷和本地的 耶胡德人都向我请求 嚷着说 这个人不该活着 我查明 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但是他自己 既然要向皇上上诉 我就决定把他押去 关于这个人 我没有什么确实的事 可以承走主上的 所以 把他带到你们面前 特别是你 亚基帕王面前 为要在审查之后 有所沉走 因为我认为 押送囚犯 不指明他的罪状 是不合理的 尹之乐 十者行传 二十六 亚基帕对鲍鲁斯说 允许你为自己申辩 于是鲍鲁斯伸手辩护说 亚基帕王啊 耶和德人 控告我的事 今天 我可以在你面前辩护 实在是万幸 特别是你熟悉 耶和德人的 一切规矩和争论 所以求你耐心 听我申诉 我从幼年到现在 在本国 在耶路撒冷为人怎样 耶和德人都知道 如果他们愿意作证的话 他们是早就知道 我是按着我们祖先 最严格的教派 过着法利赛人的生活 现在我站着受审 是为了对真主 向我们祖先的应许 存着盼望 我们十二部落 昼夜热切地侍奉真主 都是盼望着应许实现 王啊 我被耶和德人控告 正是为了这个盼望 真主使亡人复活 你们为什么认为 是不可信的呢 从前 我也认为应该 多方敌对 拿撒勒人 尔撒的名 后来就在耶路撒冷 这样做了 我得到了 祭司掌门的授权 把许多圣徒 关在监狱里 并且他们被杀的时候 我也表示同意 我在各礼拜堂里 多次用行 强迫他们说 亵渎的话 我非常愤恨他们 甚至追到国外的城市 去迫害他们 那时候 我得到 祭司掌的授权和许可 去大马士革 王啊 就在中午的时候 我在路上 看见一道光 比太阳更明亮 从天上四面 照着我和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上 我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语对我说 扫鲁斯扫鲁斯 你为什么迫害我 你要用脚踢刺 是在自找麻烦 我说 主啊 您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尔撒 你起来站好 我向你显现 是要指定你为我工作 你要为你所见过的事 和我将要向你显明的事作证 我要就你脱离这人民和外族人 派遣你到他们那里去 开启他们的眼睛 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泉下归向真主 使他们的罪恶得到摄友 在那些因信我而成圣的人中 同德基业 雅极怕亡啊 因此 我没有违背 这从天上来的真梦 先向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 耶胡德全境的人宣讲 后向外族人宣讲 叫他们悔改 归向真主 使他们的行为 与悔改的心相衬 耶胡德人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在殿里抓住我 想要杀我 然而 我得到真主的帮助 直到今天还是站得稳 向尊卑老幼作证 我所讲的都是 先知们和穆萨所说的 那些将要实现的事 就是麦西哈必须受难 并且从亡人中首先复活 把光明的信息传报给 这人民和外族人 鲍鲁斯申诉到这里 菲斯都大声说 鲍鲁斯 你疯了 你的学问太大 使你疯了 鲍鲁斯说 菲斯都大人 我没有疯 我说的都是真实的话 清醒的话 因为王知道这些事 所以我对王坦白直说 我确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能瞒得过他 因为这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亚吉帕王啊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亚吉帕对鲍鲁斯说 你想用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说服我 做麦西哈的弟子吗 鲍鲁斯说 无论时间短也好 时间长也好 我向真主所求的 不仅是你 而且是今天所有的听众 都能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 亚吉帕王 总督和百尼基 还有在座的人 都站起来 退到一边 彼此议论 说 这个人并没有犯过 什么该死该绑的罪 亚吉帕对菲斯都说 这个人如果没有向凯撒上诉 早就可以释放了 他们决定 要我们坐船 往意大利去 就把鲍鲁斯 和别的囚犯 交给皇家军营里的 一个百夫长 名叫游流 有一艘阿德拉姆田 来的船 要开往亚西亚 沿岸一带的地方 我们上去 船就开了 跟我们在一起的 还有马其顿的 铁萨罗尼家人 亚里达古 第二天到了西顿 游流宽带鲍鲁斯 准许他去看看朋友 接受他们的招待 我们又从那里开船 因为逆风 就沿着塞浦路斯 背风而行 度过西里西亚 和庞菲利亚一带的海面 就到了吕家的美拉 百夫长在那里 找到一艘 伊斯坎达里亚来的船 要开往意大利去 就叫我们上了那艘船 一连几天 船都走得很慢 好不容易才到了 格尼市的对面 因为有风阻挡着我们 就沿着克里特 被风而行 从萨摩尼 对面经过 沿着海岸行驶 航程很艰难 后来才到了靠近 拉西亚城一个名叫美港的地方 过了好久 连风斋节也过去了 所以航行很危险 鲍鲁斯就劝告他们 说 各位 我看这次航行 不仅货物和船只要遭到损失 大受破坏 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百夫长宁愿相信船长和船主的话 却不相信鲍鲁斯所说的 而且这港口不适宜过冬 所以大多数人主张离开那里 也许可以到菲尼基去过冬 菲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港口 一边向西南 一边向西北 这时 南风徐徐地吹来 他们以为风势有力 就起毛 沿着克里特航行 可是过了不久 有一股名叫 有拉格罗的暴风 向岛上吹袭 船被风困住了 不能迎风前行 只好随着风向漂流 有一个小岛名叫高达 我们就在这岛的被风岸集航 好不容易才把救生艇拉住 水手把艇拉上来 用拦锁绕过船身捆好 他们怕船 在塞尔底戈前 就收下船帆 任船漂流 风浪把我们颠簸得很厉害 第二天 他们就把货物抛在海里 第三天 又亲手把船上的用具扔掉 好几天 都看不见星景和太阳 狂风大浪 催逼着我们 这样看来 我们连生还的希望 都没有了 大家很久没有吃饭了 鲍鲁斯就站在他们中间 说 各位 你们本来应该听我的话 不离开克里特 就不会遭受这场损失和破坏了 现在我劝你们放心 除了这艘船以外 你们没有一个人会丧命的 因为我所归属 所侍奉的真主 他的天仙 昨天夜里站在我的旁边 说 鲍鲁斯 不要怕 你必定可以站在凯撒面前 真主已经把那些和你同船的人赐给你了 所以 各位请放心 我相信真主对我怎样说 也会怎样实现 不过 我们将会搁浅在一个海岛上 到了第十四天的晚上 我们在亚德里亚海 飘来飘去 约在半夜的时候 水手以为接近了陆地 就探测一下 水深二十旬 稍往前行 再探测一下 水深十五旬 他们怕我们会在乱石上搁浅 就从船尾 抛下四个矛 期待着天亮 水手们 想要离船逃走 就把救生艇放在海上 假装要从船头抛矛的样子 鲍鲁斯 对百夫长和士兵说 如果这些人不留在船上 你们就性命难保 于是士兵 砍断救生艇的绳子 任他掉下去 天快亮的时候 鲍鲁斯劝大家吃饭 说 你们一直不吃东西 挨饿苦后 到今天已经十四天了 所以 我劝你们吃点饭 这可以维持你们的性命 因为你们没有人会失掉一根头发 鲍鲁斯说了这话 就拿起饼来 在众人面前质感珍珠 然后掰开来吃 于是大家都安心吃饭了 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人 大家吃饱了 把麦子抛在海里 好减轻船的负荷 天亮的时候 他们不认得那个地方 只看见一个可以登岸的海湾 就有意尽可能把船拢岸 于是把毛砍掉 丢在海里 同时又松开 跺绳 拉起前帆 顺风向岸驶去 但在海水夹流的地方 船就割了浅 船头胶着不动 船尾被海浪冲击 就损坏了 士兵想把囚犯都杀掉 免得友人游泳逃脱 但百夫长想要救鲍鲁斯 就阻止他们这样做 他嘱咐会游泳地跳下水去 先到岸上 其余的人 可以用木板 或船上的器具上岸 这样大家都安全地上岸了 我们脱险之后 才知道那岛 名叫马尔他 当地人 对我们非常友善 因为下过一场雨 天气又冷 他们就生了火来 招待我们 鲍鲁斯 拾了一捆干柴 放在火上的时候 有一条毒蛇 受不住热 爬了出来 缠住他的手 当地人看见那条蛇 悬在他手上 就彼此说 这个人一定是凶手 虽然从海里脱险 天里也不容他活着 但是鲍鲁斯 却把那条蛇 抖在火里 自己一点也没有受伤 他们等着看他发肿 或者忽然暴毙 但等了很久 见他平安无事 就转念说 他是个神明 那地方附近 有些田产 是岛上的首领 布百流 所拥有的 他欢迎我们 善意招待我们三天 那时 布百流的父亲 患了利吉 发烧悟病在床 鲍鲁斯到他那里 为他祈祷按手 治好了他 这么一来 岛上其他有病的都来了 也都治好了 他们多方面尊敬我们 到开船的时候 又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送来 过了三个月 我们上了一艘伊斯坎达里亚来的船 这船在岛上过冬 船的名字 是宙斯双词 到了旭拉谷 我们停留了三天 从那里绕道航行 来到利吉翁 过了一天 起了南风 第二天到达布丢利 我们在那里 遇见一些弟兄 他们邀请我们 一起住了七天 这样 我们就来到了罗马 弟兄们听到了 我们的消息 就从罗马出来 在亚比乌和三馆 迎接我们 鲍鲁斯见了他们 就只敢珍珠 得到了鼓舞 我们到了罗马 鲍鲁斯获准 独自于看守他的士兵居住 过了三天 鲍鲁斯请耶乎德人的首领来 他们都到了 鲍鲁斯说 各位弟兄 我虽然没有做过什么事 反对人民 或者反对祖先的规矩 却向囚犯被逮捕 从耶路撒冷 交到罗马人的手里 他们审讯之后 因为在我身上 没有什么该死的罪 就想要释放我 可是耶乎德人反对 我迫不得已才上诉凯撒 并不是有什么事 要控告我的国民 因此 我请你们来见面谈谈 我本是为了以色列的盼望 才带上这条锁链的 他们说 我们没有搜到耶乎德来的信 是提到你的 弟兄中也没有人来报告 或说你什么坏话 但我们觉得 应该听听你本人的意见 因为关于这教派 我们知道 是到处招人反对的 他们和鲍鲁斯 约好了一个日子 到那天 有很多人到他的住所来见他 他从早到晚 向他们讲解 为真主的国 竭力作证 引用穆萨的戒律 和先知的话 劝他们信而撒 他所说的话 有人信服 也有人不信 他们彼此不合 就分散了 未散以前 鲍鲁斯说了几句话 圣灵借以赛亚先知 对你们祖先所说的 一点不错 他说 你去告诉这人民 你们听了又听 却不理解 看了又看 却不明白 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 用不灵的耳朵去听 又闭上了眼睛 免得自己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治好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知道 真主这救恩 已经传给外族人 他们也会听从 他说了这话 耶胡德人中间 大起争论 就走了 鲍鲁斯在自己 所租的房子里 住了整整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 他都接待 并且放胆地 传讲真主的国 教导有关 主尔撒麦嘻哈的事 没有受到任何禁止 我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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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 你 我认为是